每个人都说要解脱 第一是空门 什么叫空门 空门的就是说 观我所见 你看着你所见到的 观我所见 我见即空 就是说我看到的所有的事情 其实到最后全部都是空的 所以你们告诉我 师父这朵花很漂亮献给我 我觉得他是一个空的 因为一个礼拜之后就扔掉了 臭了 所以你看着这个孩子很讨厌 很坏 或者不学好 你不要难过 因为这个孩子会改好的 今天师父对你们很严格 我既对你们严格又对你们爱护 实际上我是在纠正你们的毛病 我要改变你们 我并不是要把你打下去 我是要改变你 所以我所看见的你 我所见到的你 我觉得你是可以变化的 所以现在我看见的你的不好 我见是空的 不会不好 因为以后会好 如果我今天看到你 所有的事情之后 就算是好的 我觉得你以后也有可能变了不好 所以也是空的 到了最后 一无所有 不要把世界上任何事情看得太重 一个人把世界上事情看得太重了之后 你就吃不消了 你严重了 讲话讲得过头了 叫严重了 对不对啊 你眼睛看得太重了 把这件事情 什么了不起的了 学佛人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了 你们年轻的时候不得了了 出大事情了 现在有什么事情了 关我所见 我见皆空 像这个八个字以后经常记住 就这么简单了 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会变化 今天我不好 也可能变好 今天我好了 也可能变不好 靠你自己坚持 那么就是一个恒心的恒子 所以我们只要看到 一切都是空的 诸行皆虚 所有的世界上的行为 都是虚幻的 诸行无常 而且要记住 叫恒空 什么叫恒空啊 因为空是永恒的 永远就是空的 不会说哪一天 这个东西在人间 是不会坏的 这个东西一定会坏 有生就有灭 你们的牙子生出来 总归会没有的 你们人生出来 总归会有死的一天的 你们拥有的房子 总是没有的 一切都是空的 叫恒空 三解脱门的 第二门 叫无相门 什么叫无相门 观音空故 因为我看到的所有项 基属虚妄 所以我看到的所有的音 它最后都是空的 今天这个领导 对你不好 也是空的 你就不会难过 为什么 这个领导可能会换掉 可能你会转单位 所以你不要因为一时得罪他 难过伤心 所以菩萨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上 你今天就算经济不好 你就算什么不好 你要知道这个音 到了最后 还是一个空的 都会转变的 就像头发一样 剪掉会再长出来的呀 你这个头发就算修了一个不好的发型 有什么好笑了 长出来就好了嘛 实际上 这个无相门 就是叫你们的 任何事情啊 要懂得 不执着 无相门 就是观相 基虚 看到的所有 凡所有相 基是虚妄 凡所有相 基是虚妄 佛经里面有没有啊 金刚经里面就有啊 第三 叫无怨门 心中 要无欲 无求 无作 无怨 没有怨 没有什么 所以很多人说 我求菩萨 我要上天 你这个怨 其实讲完之后 到最后也是个虚空 还是要看你自己坚持的呀 听懂吗 你们要没有欲望 没有什么求的 所以你这个 做了一些事情 很多人说 哎呦 我做了这么多了 我为众生做了这么多了 没有什么的 不要去求 无作 做了像没有做事情一样 有愿力的 像没有愿力一样 听得懂吗 我帮了你了 我帮了你了 我救了你了 我对你多好啊 你怎么对我这样 好了 你会有恨情啊 所以很多人为什么会报复啊 因为那个男的过去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对他太好了 跟他买吃啊 对了 你都好得不得了 最后两个人吵啊吵啊吵啊吵到最后这个你都不要他了 这么你还了得你以为他过去对你好过的东西他就忘记了 他就拿消枪水啊他就搞这些东西了他恨啊 所以你要是有佛法的说无作 我没做过 我没做过对你好 应该的 谈不成就算了 那你不去毁人家的脸容的话 你也不会进监狱啊 你今天不管有什么愿力 你跟菩萨讲了 讲过了就讲过了 你就好好行就好了嘛 你为什么每天还搁在心里啊 我跟菩萨讲过 菩萨你为什么还不对我好啊 不求 不贪然 无欲 我要告诉大家 无欲自然心如水 这是你师父的座有名 没有欲望 你把我安排在哪里都一样 你怎么讲我也没关系 我好好做我的菩萨 你怎么样对我都没关系 我对你还是很好 你把我受点苦我也愿意 你把我想点福我也感恩 人家哪里没办法的呀 不得了来一跳 哎呦弄弄你一跳 哎呦开心了 你看跳了吧 所以不贪然 无欲 未观无相顾 所以啊 称为啊 无相顾 对世界所有的事情 对世界所有的事情要无所爱然 不要因为爱去染灼 你们记住了 人所有的恨都是从爱而来的 不爱不会恨的 爱过头了就恨了 很多孩子啊 就是因为爸爸妈妈太爱他了 到最后啊 爸爸妈妈不能顺着他 他就恨了 所以人的态度的改变 实际上就是一种新的转变 求博的方法 你们记住了 为什么 求观世音菩萨有求必应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窍门 学佛不要开窍的 你们以为啊 有窍门的啊 怎么样求的灵知道不了 每个人每天都想学 怎么样能够灵啊 要一心称念 一心一意 跪在那里 求观世音菩萨 就求观世音菩萨 明白了吗 心存恭敬 没有疑惑 你不能怀疑观世音菩萨 你再来求观世音菩萨的 观世音菩萨 你能把我孩子看看好吗 可以吗 观世音菩萨 你能救救我孩子吗 你连菩萨都不相信 你怎么叫菩萨救你啊 你要相信菩萨的呀 所以跟你们说了 要跟观世音菩萨 有感应的话 要口里称念 身体里拜 嘴巴里要念念有词的 跪下去的时候 嘴巴里要念念有词的 身体要拜 嘴巴里要念的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所以叫三心二意 我举个例子 一心一意你们知道了 求孩子好 一心一念 就是菩萨救他 为了让孩子好 一心一念 今天三心是怎么来的 三心就是 观世音菩萨 你要保佑我孩子好啊 一心 我还要找一点西医看看 西医能不能帮我治好 我实在不行 我会找一个巫婆 再帮我去问 占卜一下 三心了吧 三心之后 为什么会产生两个意念呢 为什么不能产生 三心三意呢 为什么三心二意呢 为什么两个意呢 第一 整个的三个问题围导着一个意念 就是救孩子 任何一个其他的意念 就是你三个意念里边 已经有一个意念去掉了 剩下来还有两个意念 叫三心二意 一个意念就拿掉了 三心二意 剩下来还有两个意念 两个意念你们咋念呀 纷飞呀 所以有感应 就说明你跟菩萨 能够道教 道就是佛道 交通接上来 所以修行要如理如法